在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蓝英和驻美代表肖美琴接机后 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在周六晚间10点05分 抵达下榻的马哈顿乐天缓工酒店 大批来自美国多地 甚至从加州远道而来的台湾桥界人士到场欢迎 在我们这边的台桥都非常喜欢我们的赖富 因为第一个他很亲民 第二个他很老实 很清廉 我们在纽约成立了非常大的信赖台湾自由会 货务员会做得非常成功 在美东时间8月13号台桥还设有盛大桥宴欢迎 而赖清德还将与青年座谈 并在周日晚离开美国前往巴拉圭展开访问 粉碎中共亲台 粉碎中共亲台 保护台湾民族 除了有大批的台湾侨胞 还有来自中国的民主运动人士到场表达支持赖清德 而且美国国务院也已经确认赖清德此行过境将会与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会面 并表示赖清德此行出行是完全符合以往惯例 美国代表的是世界的灯塔台湾代表的是亚洲的民主灯塔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选择当然要站在民主的这边 支持中共的人说要武力侵犯台湾 我们很不支持它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一个邪恶的力量 据美台双方安全单位情报 中共下令驻纽约旧金山两个总领事馆策动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 亲共侨团和帮派分子等 在赖清德过境期间滋扰抗议登报谩骂 不过在纽约下榻的现场不见任何亲共人士的身影 赖清德此行出访巴拉圭的两大目标分别是 一 深化台湾巴拉圭邦誼 二 拓展台湾巴拉圭合作促进繁荣发展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柯婷婷上镜 纽约采访报道